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爸爸 我载着自己的女儿去她姥姥家 而且她们因为我没有吃药产生了幻觉导致了车祸 顺带把女儿给坑了 什么情况 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之后 女儿安然无恙 最奇怪的是旁若无人的若无其事的从我们眼前走开了 而且我们现在所处的 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啊 这可不是高速公路的路边啊 这可不是高速公路的路边啊 你终于要回来了 我 眼前这一台流声机 而且不是古董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听一下 没错没错 现在是可以操作了啊 谁在耳边说你终于回来了 谁说的 而且这是哪儿 这怕不是一场车祸导致我穿越了 这地上还有一只L型手电筒 和这个场景真是格格不入啊 你看这周围的环境 还有家具摆设 各种复古攒斗工艺的家具啊 你包括这些橱柜或者柜子的门啊 各种攒叉 各种叼漏 而且不像是古董收藏啊 特别的成就 而且破败了 你看这个地面 这是六角花灯 也叫四方灯 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 威阳六合 这不是慈禧提的字吗 这一个人跪在地上透明了 血泵一地 旁边放了一个牢盆 而且你看他用的锁强的哨锁 就是古代那种枕头锁 你看神他妈的威阳六合 我告诉现在的时间线是什么时间 至少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后的时间线了 不管这个宅子是谁的 它不是现在 实际线处在晚清 而且这个宅子荒废了 我们现在应该身处这个宅子是中唐 我们他妈到底是怎么穿越到这个年代的 我们先放在一边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啊 要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被穿越到这个宅子 首先搞清楚这个宅子是谁的 而且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看来在这个中唐前发生了一期惨 而且我们脚下这个尸体 它是一个指人啊 对应了游戏名称指人 像是被斩首的 但没有筷子手 也没有断头台 但是头颅他妈飞出一米开外 而且血光死见 想表现什么呢 这个问题先放一边 正常的进行游戏的进程就可以了 还是那句话 第一步找道具 出发道具 你看这个地面 它不只是荒废啊 可以称之为荒凉啊 原来肯定是一个家大业大的府邸啊 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精装修啊 富丽堂皇啊 诶 这有张唱片 没错 那个年代的高科技 高端产品 只有当时的上流人士才能享受这个 不过他说是变形的唱片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流声机在哪了 诶 别急别急 我们先继续探索一下 看能不能收集到其他的 躲藏机制 那不用问了 一会儿还有追逐 你看这地面 好像马上就要杂草丛生了 原来是精装修的大理石地板 反正就快融入大自然了 被大自然通化了 诅咒的娃娃八 第八个组织吧 那也就是还有七个要收集了 应该不止七个 至少八个 说到刚才为什么我看到中堂变额 那威阳六合四个字啊 我确定是晚清时期呢 这是瓷血镜观 唱片请远离高温 产生变形 这应该是当时的唱片的产品包装 这威阳六合这四个字 当时瓷血不是被八国联军给吓跑了吧 然后又回来 回来的路上 路过洛阳那个官邻啊 就是官邸庙吧 就是埋葬官宇投入地方 他祭宽官宇的时候 提的这么一笔啊 而这个宅邸挂这个匾格 说明现在至少是十九世纪以后了 也就是一九几几年了 他说唱片变形了无法放置 也就是我们先要处理一下那个唱片 让它可以在这上面播放 是这样吧 而且这个黑胶唱机还差一个组件啊 好像是一个上发条的摇杆吧 在那个时候没有电动的 不像现在黑胶唱片机啊 电动的 哎又找到一个诅咒啊 不过一提到这个黑胶唱片 我又想说那个话题啊 你不要小看这个黑胶唱片啊 在我们现在感觉M3 M4 什么高倍音质什么的 还真不如爱迪生最初发明了这个黑胶唱机呢 它可是模拟出来 它不是硕字转换的 它可是那个唱针 在唱片这一圈一圈 凹槽里面的磁场 还有线圈 起伏不定 产生着震动 所发出来的声音 然后经过上面那个大喇叭 把这个震动放大 就这个音质的临场感是真的到位啊 所以说我想到一个问题 刚才他提到 高温可以使它变形 再用高温 是不是可以把它还原呢 以毒攻夺对不对 oh yeah 好像貌似还真成功了 平整了 好我们听听内容啊 我我就知道 摇杆呢 没有摇杆怎么上发条呢 我就知道 找吧找吧 反正现在有事做了 至于剧情呢 我们先放在一边 哦 这是指缘宝 对啊 你自己听 我们听到女儿的声音 而且我们拿了一个布条 至于这个布条干什么用的 回头再说吧 我 我看到里面好像就是那个摇杆 但是 蟑螂太多了 是蟑螂吗 没错是蟑螂 就这么眼巴巴看着拿不出来 没事也不着急啊 也不着急 这什么游戏的流程还没到 要你拿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触发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柜子 什么都没有 躲藏点 火盆 金元宝 是不是 哦耶 nice 那现在拿火柴烧一下就对了 元宝的数量不足 也就是还要再找 就这么大的区域 其他门全都关着到那去找 诶 这个抽屉能不能开啊 哦 这下面的柜子呢 诶 哦耶 OK 这次元宝过了吧 够你上路了了吧 说到这个啊 我不知道各位家乡有没有这种习俗啊 家里如果要办白事的 孝子当头 到最后这个牢盆是要摔碎的 就是守灵三天或者七天无所谓了 最后下葬的时候 是要把这个牢盆摔的粉碎的 而且摔的人啊 是最近的关系 比如说长子了 如果没有子次就是配偶之类的 诶 这个盆啊 就不叫火盆 或者是聚宝盆了 叫阴阳盆 或者丧盆 诶 这给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虫药 除虫药是不是 哦我知道了 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扣 没错 是的去虫药 然后我们拿这个去虫药 驱赶那些蟑螂 就能拿到唱片机的发条摇杆 然后拿到摇杆之后 就可以播放唱片 播放唱片之后呢 能拿到什么东西呢 就一切为之了 诶 就那么直接到啊 太浪费了 一次一瓶 也不装个什么喷洒装置的 OK下面我们把这个取柄装上 然后上紧发条 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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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可说的 诶 What the fuck 这质量 这是三无产品吗 而且从这个地方断也是醉了 不过这有个处方 明白了 需要找一个虎头钳 或者是套筒之类的 诶 等一下晚清 没有虎头钳 我把年代给忘了 白布布条 What 这样也行 他妈的有意义吗 行吧行吧 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给了把钥匙 途经两把锁 至少是个 什么声音 我操 他标记说是 红铜钥匙3 红钥匙就是了 那这么说的 红钥匙配红锁吗 肯定不是开那个黄锁的 对不对 这又拿到一个娃娃 拿到三个娃娃了 只不过这个房间是 这个祠堂 差不多吧 香炉摆在这中间嘛 只不过我们要先调查一下看有没有收集的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重中之重啊 恐怖游戏大多都是解密 而解密的关键在于收集的道具 和触发的道具环节 而我们现在持有了三个误度啊 它不是误度啊 诅咒王啊 虽然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但是应该还缺少好几个 而我们现在触发这个点箱这个动作 它应该会给我们什么新的道具吧 呃 不是不是 它说这个房间受到了神灵的庇护 受到鬼怪无法侵袭 安全屋嘛 只不过这个观音像 雌虎观音 我才说 不管你是谁 只要能保护我就行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震探娘的找了一万年 最后竟然还是在这个安全屋 抽屉里面找到了黄铜钥匙 刚才哪怕是我一低头也能看得到 眼圈了 眼圈 然后我们站起来不去过问这是什么房间啊 但是一定要把地形的特点记清楚 左手边一个红锁记下了 然后这个房间我们能收集到什么样的道具 才是最重要的 疯了全都疯了楼上定是出大事了 这是柳先生的日记 第十四条日记 这是剧情道具啊 首先柳先生 卧槽 啊 啊 什么东西啊 啊 啊 QTE QTE 精力集中 过去了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啊 卧槽 这个QTE挺难的 这是逃脱了吗 卧槽 还跟着 卧槽 写吧那口 不不不我不玩了 能暂停吗 我们的女儿是不是 主角的女儿是不是 追我们的女儿去了 不行不行 这肯定不行 作为一个父亲 表示你还是来咬我吧 跑哪去了 这边吧 应该是这边 到底是个啥东 也是个指 萌萌 萌萌别怕 爸爸就去找钥匙 兔兔 还他妈想找兔兔呢 还想找钥匙呢 这不傻 父女俩嘛 咋着还找钥匙 直接踹开就是的 反正是木头门嘛 肯定都腐朽了 自己的女儿在屋内 危在难溪了 和一个把自己都快 给吓尿了一个 鬼怪吧 共处一时 你还能去找钥匙 不过我们还是找找吧 游戏嘛 游戏人生嘛 对不对 又这样这条 柳先生日记 第七零 夫人多年没有怀上孩子 怎么化匠 刚刚进府 不久就怀上了 这是蹊跷 老爷竟然没有 丝毫的怀疑 咱暂时不对 主机型做任何的猜测 这还有一个 丁香 丫鬟 就是说在这个故事背景下 有几个人物 首先柳先生是一个重头戏 应该是全靠 他日记来串联 这个故事的全貌 除了这个 我们不知道 他身份的柳先生以外 有这么一个夫人 还有一个画匠 当然老爷也在其中 只不过对故事的推进 他有没有起到作用 并不知道 又找到一张纸条 上面提到 陈妈的任务 陈妈在茶房 煎好药 午时之前 给夫人送去 就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的后面肯定还有 前面还有 因为这是一个残业 但是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这里面提到陈妈 就是刚才那个 指人 张着血喷大口的那个 指人 因为从体型可以看出来 他就是个老妈子 应该是这个宅子的老佑人 应该是服务多年 资历比较老的佑人 这个故事的核心 应该是围绕着 这户宅子的夫人 和新雇佣来的画匠的 不轨行为 然后其他角色牵涉了几钟 因此牵连或者 这不动 这咋一动不动 从体型上看 这应该就是刚才那个鬼怪 而且也就是 纸条上提到陈妈 这户宅子的老佑人 但是他不是飘到那边去了吗 先不要关心这个了 因为他并不能触发 而且他们最尴尬的是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 可以触发的道具了 八个弯弯 我们只收集了五个 还有三个在什么地方 如果还没有到 触发玩的流程 那其他要是在什么地方 先别猜了 探索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 我先立个flag吧 首先呢 我们是谁 这个问题 在这个游戏背景下 本身就不好回答 因为我们这个男主人公啊 他处在两个时间线 而在现代时间线呢 他是一个父亲 他的女儿叫萌萌 他正去 等一下回头再说 我这收不留谁 我出发什么都行 之前收集了五个娃 全部都装到这个 这是个啥上面 是一个天平 是的 没错 上面娃可以随意挪动 又是刘先生日记 第十七零 他说 我见陈妈 尾随丁香毁屋 莫非 话有所指啊 而且对主剧情 是寒沙善用 而丁香 我们之前拿过他的腰盘啊 先不用关系 哎 在这下面 还有一个娃娃 这一二三四五六 还差一个 八个是不是啊 一边四个 嗯 就在这啊 触手可得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柳先生日记 第九零 他说古书上的咒术 可以试一试 带我制几个木娃 再寻几根银针 而娃娃的两只胳膊 要与一条腿一样重 要仔细的制作 What the fuck 等等等等 先不讲事 先让我想一下 我现在脑海中啊 咕了一 等一下各位 我要说一点啊 中国人做的游戏啊 最了解在中国人的据点 恐惧的剧 就是恐惧的那一点 你就看这脏不垃圾的褥子 盖着尸体 这又是刘先生日记啊 第一条 他说丁香那个丫头 出了的越来越有模样了 真是女大十八面 哪像个丫鬟 分明就是个富家小姐的样子 嗯 行 算是弥补剧情 一个重要的要素吧 然后咱继续收集一下 接着说 刚才没有说完话题 就是说啊 陈旧的褥子下面 盖着一个尸体 让你心惊胆战的啊 并不是下面的尸体 各位你们仔细想想 往内心深处去想 就是看到这个场景 让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盖在尸体上的背 那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盖的背吗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这个机关啊 它应该是让我们调整 这个娃娃的重量 让它保持平衡 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它们的四肢 残缺各异 所以重量就不一样 我们要目测它们的重量 开了 What the fuck 行吧行吧 得到一个红钥匙 哼 这么一提啊 然后就是说啊 你们看到 这样被尸体 对面那个老妈子 就就就就站在对面 精灵一闪之间 转眼即逝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一闪而过 应该就是一个小光能吧 然后就消失了 果然红钥匙不能配黄锁 就说各位啊 你看到陈舅的尸体 被陈舅的背包裹着 然后不知道在这么一个 狭小的地方 放了多长时间 陈舅的痕迹 附满了眼前的景象 往内心深处去想 其实最恐惧的是 担心自己也会这样 担心这就是 自己的下场 太有生活了 离自己身边的生活 太天切了 是不是这么想的各位 你们满心自慰一下吧 其实并不是害怕 他突然坐起身来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 你再往深处想想 就这具尸体 在这封藏了这么长时间 他就这么静静的躺着 是不是挺不可思议的 这是 这发生了什么 我这就是又被穿越了 这门后面是 一片漆黑 甚至都看不到 近在咫尺的地面 这边也是 两侧门都是这样 我说错了 我表达错了 不是黑啊 是他妈的虚无 只不过这天花板上的 群魔乱手 有点跳戏了 说好的古色古香的中国风 咱就别向外国学习了 捡到一个腰牌 门客 也就是柳先生 是这个宅子的门客 不对 不是这么说 也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 是一个大官吧 门客嘛 不都一般是 像一品二品 家里散养的 谋士 或者镇囊团 这个在春秋战国时期 非常盛行 吕不韦 都知道吧 那个吕是春秋 就全靠这些门客 包括李斯 落矮 最开始不都是他的门客 这个供奉画像 调拐礼 无所谓的 问题是 我们现在走不出去了 一共三道门 左右和后面 全部都是一片虚无 确实是调拐礼 应该没看错 要这么说的话 这户人家又信佛教 又信道教 为什么在这个场景下 会挂一个 铁拐礼画像呢 有什么寓意吗 而且这个镜子里面 除了自己什么都看不到 它是不是应试着 我们的灵魂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 这个身躯 意思就是 我们本来的这个灵魂 其实是晚清时期 这个宅子的一个 重要的角色 这个绿色 是不是朝绿色的走 没什么变化 这个铁拐礼的形象 它不就是一个 乞丐的形象吗 它本来的灵魂 不是造诣非常高的 一个术士或者道士吗 后来自己玩 灵魂出校这一招的 结果玩匹瓦了 回不去了 回不了自己原来的身体了 然后随便找一个 起盖附体了 又回到这了 好像多了一个屏风 但是其他都是一样 我们继续走 看看 所以说是不是映射了 我们男主人公 本身的灵魂 其实是属于 这个宅子里面的 一个重要角色 还注意最开始 他提到 你终于回来了 看来这个循环 我们走到头了 而且他给到一把钥匙 这样操作是对的 就是朝绿光的道门 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就是一开始 不知道是谁 说的这句话 总之 好像我们本身 就属于这个宅子 是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回到了前世呢 也有这种可能 而故事核心围绕这种宅子的 夫人和新聘请的 一个画匠的苟且知识 所展开的 那我们的前世是夫人 还是个画匠呢 刚才那个纸条 他提到那个老妈的佛珠 是他最爱的 就是生前最爱的东西 是佛珠 王勇 护院 可能这些人物的亡灵 会坚重而来 也许 我们先记下来吧 而这道门被 符咒给封印了 什么灵呢 不是 我们踩到地上 这个碎瓷片了 以为是铃铛声音呢 这个虎头铃我们都见过 小时候都带过 不知道现在年轻的朋友 小时候带过没有 好像风水学上讲 他主要是克制五黄煞的 What the fuck 卧槽 阴魂不散 消失了 刚才我们触发的是 他的衣服 就是那个老妈子 感觉这个老妈子 是个坏人 而且是这个事件起因的始作俑者 一切可能都是他的阴谋 这是应该是老爷的官帽吧 也看不出极品 没有装淋雨 而且上面顶珠 等一下 这个是可以拿到的 这是一个机关 空花瓶 需要往里面装水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机关压下去 打开这个密室 是不是 你看他提示好像重量不够 这个宅子主人应该是个官 但应该不是什么大官吧 应该也不是什么小官 这么大的家业 要是一品二品 肯定是历史名人 肯定不能当作游戏的素材来用 你像 姬小兰 刘庸 和珅 我最近正在看这个 这是晚清 对不对 曾国藩 李鸿章 这都是有头有脸的历史人物 肯定不能拿来用的 不过看刚才官帽上面那个顶住 就是普通楼金的 八品 太低了吧 肯定不是红宝石 还是上 是一个女人哽咽的声音 被掐死了 最后断气了 之前有张纸条提到 这个老妈子尾随着丫鬟 然后到他们屋里面 莫非 这个门前两边 挂了六个虎头铃 也就是这个丫鬟听香 被这个老妈子给掐死了 这又是一件事 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编织不出来 这个故事大体剧情 这个虎头铃 确实也有这六种颜色 你看就这个挂这个铃铛绳 就是这六种颜色 问题是怎么破解呢 需要道具 需要触发道具 用这个说明书 肯定不行 算了算了算了 走吧 肯定还没有到破解的这一步 我们现在身上有一把黄铜钥匙 而这个钥匙是驱动剧情 游戏流程的重要道具 所以我们找黄铜 能打开黄铜的那把锁就行了 而且我现在对那把锁 在的位置完全没有概念 这个宅底啊 作为清朝的官员来讲 不算大也不算小 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的院落 深宅大院能体现身份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院落 而不是屋内啊 如果这个宅子 就这么一栋建筑的话 外面到底是几近几处 我们不知道 应该不是什么大馆啊 刚才看官帽上那个顶珠啊 也就是肃金 露金 肯定不是那种 精英剔透的宝石啊 像珊瑚了 红宝石蓝宝石之类的 那都是一二品的 像季晓兰 和珅 刘勇这样的 那都是红宝石啊 价值连城 各位可能认为 这个清朝的官帽不是很好看 但上面这个宝石 这真他妈贵啊 像正二品呢 是珊瑚吧 三品是蓝宝石 蓝色的 像四品五品呢 也是宝石 但是应该是水晶之类的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六品了 上面顶住用的是针曲 就算是珍珠吧 也算是精英剔透的 再往下 也就是到了七品之后 那就玩完了 全部都是金属了 像素金了 楼花金 就是不透明了 所以说我感觉 这个宅子的主人 应该也就是七品吧 七品往后 不过七品也不小了 支线嘛 一线支主了 所以说也有足够的收入 来养这么一个宅地了 不过千万不要拿它 和纪晓兰这样的比了 那就是谬之千里了 虽然季晓兰 他那个叫草堂 粤为草堂嘛 虽然同级别 比不过和尚的那个公王府啊 但那也是正一品啊 听说是一千多平方米吧 粤为草堂 反正比我们眼前这个宅子啊 大上几十倍 或者上百倍 应该是有的 只不过季晓兰这个人吧 能可说的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一个字 两个字 好色 我们看那个联系剧 张国立演绎的那个 铁嘴通鸭 那里面已经把季晓兰洗白了 不过那个剧集 如果把季晓兰给洗白了的话 退下这个污水啊 那只能说用一缸污水 来形容了 当然我指的是 他的个人的癖好 不是他为人 也不是他政绩啊 我就说这么一个事啊 也是有记载的啊 他和和尚打交道 也是比较多的 就和电视剧演的是一样的 也不一样 没有这么频繁 关系也没有这么好 没有那么挺啊 这电视剧演绎的 两人像死党一样啊 反正他们两人 在宫市上的交集 也是十分的频繁的 只不过有这么一个事 就是说啊 这个和尚 因为每次宫市 要去约维草堂 去拜访季晓兰的时候 就是他启程 在上轿子之前 就要分派人 先去通知一下 就是说 哎 我和尚 马上就要来了 你先做好准备吧 我在这赶往的路上 有足够的时间 供你准备 哎 说到这啊 季晓兰她在准备什么呢 这是又给穿到 这个地方来了 我找不到 那把锁了 没事 有足够的时间 讲这个事吧 然后就说啊 这个和尚 为什么在每次 去拜访季晓兰之前呢 要提前这么早 去通知呢 这就得把这个时间线 往回拉了啊 他们最开始共事的时候 这个和尚 不了解季晓兰啊 当然也知道他好色 但是没有亲身感受过 前几次去拜访的时候 到了这个府门前 进行通报 话说啊 这时间已经完全足够了 你不管你里面玩的是怎么疯啊 完全是足够收拾的 对不对 这头几回的某一次啊 和尚 突然之间登门拜访 哎 管事的进行通告 得到回复呢 你先在后客厅 等待一下吧 然后上了一杯绿茶 哎 我好像找到这把锁了 应该就是这把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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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天 哎 这门是打开了 关于问题是 这又是什么格局啊 哇 卧槽 啥 啥东西 哦 哦 这头上一盏 这个材质腐朽了 支撑不住了 掉下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小功能 而且它还消失了 哦 二楼入口啊 这还是各司各样 攒茶工艺的门窗啊 哦 地上潮湖 不过被灰尘所覆盖了 还是古色古香 护古风 十足啊 这种装修风格啊 真的是只有我们中国有啊 日本也算一个吧 哎 找到小兔兔了 OK 他们这钥匙没找到啊 先找到小兔兔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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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上前 呃 呃 呃 衝过来了 我的天 一刀插入掌握 这是小魔杵 呃 是小魔杵啊 不过我们不是魔 呃 还好吧 呃 行行行 躲啊躲啊就可以了 一把大砍刀 提示 好追逐是不是 完了 在在在在后面跟着了啊 呃 哪传来的敲木鱼是你 呃 我们应该找躲藏点 或者是那个祠堂 呃 不对 这个锁 开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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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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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们砍了两刀 捅了一刀 你听这个音效啊 太怠感了 不过等一下 等一下 刚才如果好像我们能躲得过去的话 那个香魔杵我们就入手了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剧情是必须要触发的 因为我们能拿到一个新的道具 那个香魔杵 呃 也也许不是香魔杵啊 反正是一种法器吧 看他怎么叫这个名字啊 金刚爵 我打一会儿 我们先出发拿到这个东西再说啊 然后我快速说一下刚才季晓兰的故事啊 就是这个和珅到季晓兰等了半天 最终还是见到季晓兰来了 然后和珅侧眼一看 用他彷徨一秒 他们的 他的屏风 屏风后面躲着六七个 全裸的女人 哎 他们没来得及穿衣服 从那之后啊 这个和珅啊 就早早的先做好通知 以免尴尬 这还不算什么 还有一次啊 是刘庸 还有带着一帮的谁 哎 无所谓了 反正 等一下我们先出发吧 不许上去 跑跑跑 跑起来 这次一定要记住 直走 右过来 然后再往右 应该就是 慈塘了 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主角 他跑不动啊 他是真的跑不动 之前玩了个古来惊魂 跑四五步 喘 四五秒 好在这个主角他不喘 关键是他只能跑两到三步 哎 不过没关系 这个怨灵啊 他也是走着追的 你听他的脚步啊 特别的沉重啊 OK 我们这次来到慈塘了 应该进来之后就安全了吧 哎 他消失了吧 行 保存一下 手受伤 哦 哎 果然拿到了 金刚菊儿 哦 不是降魔楚啊 是金刚菊儿 他是有区别的 反正都属于藏传佛教的密宗法器吧 这个降魔楚啊 他其实是棒子 垂头 这个菊儿呢 他是毛头 长毛的毛尖 这最开始啊 算是发源于印度吧 临场杀敌的兵器啊 再后来呢 印度的佛教给吸收了 当做一种宗教的象征了吧 再后来 他不是我们中国的 最开始啊 是到了唐朝时期 才传入我们中途的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啊 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再细致的话 你就不说了 反正也没有太多研究 对这个 但是对于游戏来讲 这个绝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他竟然给到我们这个金刚 最前面 又是那个大砍刀吧 随时出现啊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卧槽 他竟然会穿墙 不是 穿门 也就是在这个游戏中 他畅行无阻 先先先保命 先保命 然后看了一下时间 三十多分钟了 行吧 本期先到此结束啊 算是一个试水之作 因为是新游戏的第一期啊 就不录制时间太长了 必定现在做这个游戏人 成千上万 我都是说少了 看看各位对我实况的反响吧 至于到现在为止 这个游戏的剧情方面 还没有揭开它神秘的面上啊 只不过是了解到 这么几个人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 一切呢 由我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 再回 by bwd6 by bwd6